今天来分享这个懒人版的韭菜盒子 如果不想和面的小伙伴 完全可以试试今天这个方法 先来做韭菜馅 切碎的韭菜加在盆里面 加点食用油拌一拌 锁住水分 加入鸡蛋碎 粉条碎 粉条提前煮熟 切碎 加点油和老抽拌一拌就可以了 加入蚝油盐调味 盐可以包的时候再加 防止出水 我们的馅料就完成了 准备一些饺子皮 饺子皮买大号的 取一张饺子皮 以免刷上清水 盖上另外一张饺子皮 并捏一捏 然后擀薄 比手掌大一些就可以了 我们这个饼皮就做好了 比起和面 这个要省很多的事情 然后包上多多的馅料 包起来封好接口 捏出自己喜欢的花边 像这样就可以了 生胚就做好了 对比一下 大的是两张饺子皮做的 小的是单张饺子皮做的 比较迷你可爱 全部做好之后 我们再来煎 平底锅刷一层植物油 微微加热之后 发入生胚 中火煎 煎至两面金黄色就可以了 我们两人版的韭菜盒子 就完成了 跟自己和面做的韭菜盒子皮 稍微有点区别 这个皮稍微会有点硬 但是刚刚出楼的成品 基本区别不大 如果实在不想自己和面 这个方法都是一个 不错的懒人办法 搭配豆浆 早餐吃也不错 推荐给你们去试试